不是吧 这最强人类与最强破坏神的决斗竟如此的精彩 就在刚刚雷电与师婆都觉醒出自己的最强状态 拳拳到肉的打击感燃炸全场 在竞技场上两个人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才叫男人之间的战斗 可我们都知道此事他俩都在燃烧生命一命相搏 而觉醒的巅峰状态绝不可能支撑太久 尤其是雷电他已经在肌肉崩坏的边缘 一个人类在获得超越神明的力量时 他付出的代价让人根本无法想象 而随着场上战斗的白热化也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只见师婆与雷电都静静的站在竞技场上注视着对方 下一秒突然爆棋 这两个男人都带着各自的信念硬刚了上去 而这一集不仅承载了两个人各自的尊严 还承载了所有人类的命运 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雷电的八尺鸟可以再次赶翻神明的时候 可谁想这结局却让人大惊失色 师婆踹出的这一脚竟将雷电的手臂彻底贯穿 你没有看错是一分为二的贯穿 这恒河水的力量竟如此恐怖 此刻任谁都知道作为人类的雷电已经再无获胜的希望 可这个倔强的男人在场上竟然笑了出来 虽然战败 但他绝无遗憾 他召唤出女武神要他直接离开 没错 这个男人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觉悟 面对眼前的雷电 三杰特鲁德竟产生了爱慕之情 这种以生命守护信念的男人谁能不爱 他愿意陪眼前这个人类走完这最后的一刻 而雷电的觉悟也得到了师婆的尊重 他要像雷神索尔那样给予眼前的人类最高的礼遇 仅是一击雷电伸手两处 而随着女武神特鲁德的消散 这恒河水变异人终究还是战胜了河飞水辐射人 而随着师婆的退场 人类又输一阵 女武神大使所望 一时间竟乱了分寸 可谁能想到就在此刻在台下的某个角落 竟暗潮涌动 人类的左左目与冲田总司等人细数登场 与洛基为首的众神明在后花园对峙 而释迦牟尼竟打算一打七 内心毫无拘异 随着他的出现 人类与神明的第六次大战即将拉开序幕